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画面,老人不小心打翻红酒杯,他害怕的颤抖,随后就被青年士兵拖出去狠狠殴打,餐桌上的男人无动于衷,女孩被吓得说不出话,小男孩紧张得东张西望,再不久,男孩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老人,这是个纳粹高官家庭,男孩在远离战火的地方长大,他从没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不同,这天,家里来了一个老人,样子好奇怪,脸色苍白,唯唯诺诺,小男孩低头看去,老人穿着和自己尺码不符的鞋子,和条纹睡裤, 屋外有湛蓝的天空,结实的树干,那是乡村的盛夏,男孩想做一个鞦韆,他询问父亲的侍卫有没有废弃的轮胎,侍卫愣了愣,随后,一改之前温和神色,命令劳作的老人过来,老人腿脚不变,他又加重语气,老人小心地听着侍卫的吩咐,生怕漏过一个字眼,他们来到仓库里,老人仔细地挑选轮胎,男孩却盯着一扇窗户看了很久,当鞦韆时,他看到屋外飘来的黑烟,想站起来看清楚,却一不小心摔倒在地,膝 一概流出鲜血,恍惚中,他看到老人干瘦的身影跑向到自己身边,醒来时,老人已经在为他包扎伤口,男孩问他自己是不是要去医院,老人却说,这只是个小伤口,稍微包扎一下就好,处理完毕后,老人坐在小小的凳子上,开始削土豆,男孩疑惑地问,你怎么知道不要去医院,你又不是医生,老人顿了顿,停下手中的动作,男孩却反驳道,你只是削土豆的,这次老人没有反驳,只是抬起了自己泛红的双眼,这时,男孩的母亲回来了,看到 这一幕,他第一时间冲到男孩面前,在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后,他让男孩心形离开,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老人,轻轻地道了一声谢,老人没抬头,只是慢慢地削着土豆,这声道谢,他不敢接受,一段时间后,渴望自由的男孩,做了个大胆的决定,他从仓库的窗户跑了出来,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屋子,男孩手舞足蹈,拿着棍子当利剑肆意挥舞,不一会儿,他跑到一个铁网前,这里,有着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,男孩拿着木棍,小心翼翼地走上前, 他说自己叫布鲁诺,正在探险,又问对面的男孩在干嘛,男孩有些羞涩,说我们正在修建房屋,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要穿着睡衣干活,布鲁诺看到了男孩身上的号码,听真的问,你们是在玩编号游戏吗,男孩却说,这是我的编号,里边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,两人没说几句,集合的哨声就被吹响,小男孩慌忙站起身,推着和自己体型根本不搭的手推车,亮枪地走向前,布鲁诺依依依不舍地跟他道别,第二次见面,布鲁诺知道了男孩名叫 由于年龄相同,他们的话题越来越多,两个天真的孩子相互陪伴着,纯洁的友谊就此建立,布鲁诺热情地邀请沙目去他家做客,但是沙目却拒绝了,说当兵的不让我出去,因为我是犹太人,尽管再怎么不懂事,从小在哪样的环境长大,也会耳濡目染,小布鲁诺愣了一下,说自己该回家了,回到家里,布鲁诺疑惑地问老师,为什么我们要恨犹太人,老师将独裁思想灌输给新一代年轻人,犹太人是最恶毒的民族,里边的任何人都该千刀万 布鲁诺疑惑问道,犹太人里也有好人吧,得来的却是老师满脸的讥讽,从室里回来的女人,看到天空飘来滚滚黑烟,她察觉到什么,旁边的侍卫多嘴地说道,那些味道越来越臭了对吧,女人疑惑地看着她,侍卫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,立马转身离开,女人来到丈夫办公室,纵斥她的不人道,自己不想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,但是,丈夫却说,这都是为了祖国昌盛,两人开始争吵,声音越来越大,小布鲁诺听到吵闹声,灵巧 她的解围说爷爷过来了,男人冷静了一会儿,问她谁说的这件事,在餐桌上,她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的侍卫,心里却想找个理由处罚她,终于,狡猾的男人抓住了把柄,侍卫的父亲不在国内,如果不是因为传染病出国的话,那就是叛国,她一边清晰地说着条例,一边让犹太老人给自己倒酒,老人颤颤巍巍,指挥官嫌弃地侧过身,她不断地追问侍卫,问她的父亲是不是去治病,侍卫回答不出来,陷入沉默,等到老人给自己倒酒,老人颤颤巍 给她倒酒时,侍卫立马抓住机会,故意打翻自己的酒杯,借机将老人拖到门外,把受得气全部发在老人身上,餐桌上,指挥官淡定地吃着晚饭,习以为常,第二天,布鲁诺再也没有看到老人的出现,而原本温柔的父亲,第一次让他感觉如此陌生,甚至有点恐怖,他想找朋友诉说这件事,可是惊讶地发现,沙木竟然在他家里,他拿了一块蛋糕给沙木,两人有说有笑,可是还没等吃完,侍卫就走了过来,他恶狠狠地盯着沙木,看到了他手上的蛋糕, 沙木吓坏了,说蛋糕是布鲁诺给的,还说他们是朋友,等侍卫疑惑地转过头问布鲁诺时,布鲁诺却怂了,说自己一进门就看到他在吃,因为布鲁诺清楚地知道,这时如果承认的话,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,甚至牵连到父亲的职位,听到这个答案的沙木好失望,慢慢地低下了头,回到房间的布鲁诺为自己刚刚的行为感到后悔,等他下去想要给沙木道歉时,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,之后连续好几天,他都没有见到沙木,布鲁诺以为他会 像那个老人一样,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,这天,他看了一部关于营地的影片,里边的人都过得很开心,劳作累了就可以到咖啡中心休息,天真的布鲁诺信以为真,他不知道,这个纪录片是为了向后世掩盖他们犯下的罪行,而伪造的证据,抱着对营地的幻想,他再一次来到铁网前,这次他见到了沙木,此时,沙木的脸上已经肿得不成样子,布鲁诺向他真挚道歉,善良的沙木接受了,两人重新握手言和,可是沙木却有个坏消息,自己的爸爸找不到, 布鲁诺想要弥补之前的过错,他决定帮沙木一起找到父亲,夜晚,两个小孩望向同一片天空,心里都充满了期待,对于他们来说,这是场游戏,第二天,布鲁诺找来铲子,他换上沙木带来的球服,立马开始动工,小布鲁诺挖开泥土,钻进来后才发现,这里面和他所想的完全不同,里面的人们好像都不开心,布鲁诺想找喝咖啡的地方,可这里除了简陋,一无是处,他们两个来到一个房间里,立马来了守卫,把房间的人推散出门,与此同时, 母亲这边也注意到布鲁诺失踪了,他们四处寻找,来到仓库里,母亲发现这里的窗户敞开,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,女人冲进了丈夫开会的办公室,把消息告诉了他,这时,布鲁诺和沙木随着人群,来到一个阴湿的房间内,他们被迫脱掉衣服,一群人被逼进一个黑屋内,铁门被紧紧的锁死,不明所以的布鲁诺,害怕的牵起沙木的手,突然,头顶的窗口被打开, 之后便只剩下不断撞击铁门的声音,天空下起瓢泊大雨,母亲顺着小路来到了铁网前,她看到了布鲁诺的衣服,父亲在寻找一圈后也找了过来,她对着细菌房发出绝望的呐喊,可是那头并没有给出回应,只有她的声音在空气中传荡,母亲听到这个声音后,整个人瘫软在地,撕心裂肺的哭泣着,每一场战争,儿童永远都是牺牲品, 那个像眼神清澈的天使般的男孩真的消失了,大家为此感到难过,但潜意识里却忽略掉了沙木,那些犹太孩子就该死吗,他们也曾穿着整洁,也曾是父母的掌中宝,也曾开心地做游戏,可再没有机会给到他们,愿世间再无赞同,天真烂漫的天使能够尝住人间。